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要做得好地离开 不是要输着没得做而转行 网民都会留言说 踏实地就好了 终于不再发明星梦 我也很坦白地跟他说 对不起我还没醒来 我会赚钱回来继续发这个梦 今集《圣州老米》 我们找来近期人气爆灯的阿蝶吴浩康 看看他如何由被称为坏孩子 变成好爸爸 还有是什么原因驱使他离开英王 转为独立歌手还混合地盘 是爱还是责任 很多人只是记忆到宅室戀 但其实之后有出过碟 出过歌都没有… 反应太差 就没有再出 那段日子我有做过电视剧配乐 之后就有搭过乐队 之后就开始接触不同的项目的生意 自己开唱歌学校去教唱歌 告诉别人我做地盘 我真的没有想过 只不过在地盘被人拍摄太困扰 我以为你拍摄不如我自己姿势 所以别人说到我很有铺牌地 是用来做宣传的 我又想问 我又已经不是第一天不见了 在大家面前 我这么好手 为什么我不早点做呢 其实整件事就是我没有戏拍 没有表演 没有收入 没有唱歌又跌 所以我才会想其他行业 我只会跟随我生活里面所需要 而去理定我应不应该做一件事 第一 我真的没有觉得我比一个地盘很优越 第二 我觉得要做就做 没有什么要放不放下 我是放不下 只是我家人要吃肚子 你去哪儿了 你有什么事 主要玩车车是不是 车车, 你说车车 而且喜欢拿着锤子到处搭 这是我太太思琳 这是我们的儿子杨杨 她现在十六个月就快 她是男孩 性格如何 性格开朗活泼 皮肤又比较白正 她很喜欢笑 我对小朋友没有盼望 我觉得不要这么变态 她有她的人生 对她的寄望, 希望她开心 因为我认识她比较迟 都是这几年的事 她之前是怎样 我不是真的那么清楚 但是我所认识的 在报章上认识的那个她 跟我自己所认识的 我觉得是有分别的 没有什么人看完那些新闻 就觉得她过瘾, 很棒 不会的 她很聪明, 和阿峰的偶像 就是没有的 一个艺人 她经历完这件事 其实很多时候 同行都未必会想多跟你谈多几句 不想被人误会 我也是她的那类人 你如何面对这个人群 如何面对自己继续在这一行 我要出来表演, 我要出来唱歌 这些都是我要逐关逐关去过 没有想到太远的事 那一刻成长了 接着就是下一个科题 现在忙点吧 以前的辛苦是我要顾着别人 怎么看我 现在我的舒服是… 我真的不管 怎么看就怎么看 都没有那么多东西要介意 那楼是没做过的 没做过的, 十一楼 九楼… 对, 那天做了九楼 我们首先要搞定那几个棍的位置 要把它变成这些棚 我是三月开始做答架的 你当现在砌一套铁架出来 我们砌铁架的 1400至1800元不等 看我那天做什么 你是否那个明星 我就会说我是不过康 但是我相信这一秒我不是 我这一秒都是公友 其实是有试过 最初跟我说 别人问你 你可否低调一些不认 我说不可以这样的 我说我不会 现在我需要这份工作和收入 我又没有在工作上做错事 为什么你要不让我认为我是谁 我说不过 我们人家 Kent Kent 帮忙说他 Kent 国恶言的 一看到他就看着他 看看他是不是武汉 很奇怪, 小時候聽他的歌 然後跟他一起做Date 沒有, 覺得什麼 出現這裡也不會玩玩玩玩玩玩玩 也不會做這些那麼辛苦的工作 我們通常11點半吃飯 我自己挺熱衷做拿飯的 因為下來拿飯 可以早點把手上的工作放下 上吧… 很酷, 直安鎮漢子 他做事還不錯, 挺勤力的 你怎麼形容他的人? 很酷 很搞笑 幽默 不是, 幽默 很脆脆, 很有趣 一號梅菜購肉, 二號是時菜辣味 要加五元 然後三號是蒜蓉菜心炒牛肉 不好吃的 四十元連夜飲 我叫了一號梅菜肉餅 謝謝, 歡迎光臨 好 謝謝 賺個Pexter, 賺素飯 對 剛才的跑車是老闆的車 他借給伙伴送飯過來 因為有人叫漏飯 所以有想到地盤飯 現在可能遲些不做地盤, 做地盤飯 我們通常在裡面有地方坐 如果坐在這裡吃… 謝謝你的辛苦 好, 兄弟 我們的飯 平時白盒都是這樣 在地盤裡反而有很多溫暖的對話 和時刻 老粗走來說句話是… 我不知道是他說句話特別窩心 還是他們真的會願意表達 我記得有個釘板師傅說 欣賞你, 老友 你拿得起, 放得下 我說謝謝你, 師傅 我說不過我從來沒有放下 開始有些泰國媒體報道 我做地盤的新聞 也有不知道是甚麼國家 有些英文報道 一個香港星星 去我地盤做工作人員 挺諷刺的 就是我用了20年的時間 去用不同的方法 想調整自己的歌曲 讓更多人知道 甚至看有沒有機會 就是要離開香港一點 但是還沒成功過 做地盤就不用宣傳 但偏偏有人幫你宣傳 這是我從入行到現在為止的形象 的高峰 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但面對這些支持 其實對我來說受之有愧 就是好爸爸 你也要看那個人的年資 你只用自己的爸爸來看 你就明白了 做得很久 比你好 比你多的人 大有人在 每天都是這樣生活 生活了幾十年 那你算是甚麼呢 就像一群健碩人們走過來說 你很健碩人 我第一天上班 很大感覺的 跟著車上舱的時候 我就經過了 小時候我爸爸 每天早上做車 我上學的那些路 內心都會想 我爸爸用那麼多心機 在我身上 說我現在要做地盤 不是說做地盤很差 而是我爸爸給了那麼多心機 放在我身上 讓我脫掉 會很內疚 陪著我做夢的 其中一個時間最長的人 一定是我爸爸 我爸爸是我的偶像 也是我見過最溫柔的男人 其實我從小到大得這麼麻煩 我從小已經有打架 又被警察拘捕 又這樣、又那樣 但我爸爸不是接受 他是陪伴 他很想我去改變 但他從來不會逼我做任何事 都是在旁邊陪著 看看我甚麼時候下跌就過來扶 看看甚麼時候知錯 就開門讓我回家 除了日後回地盤之外 阿Deep晚上還會教唱歌 一個人背起頭家 回到來 簡直是死灰 在臉上 感覺到他那種疲累 有時在房間出廳 看到他找到那些轉 在轉一下自己 鬆弛一下肌肉 也會心痛 我是很感受他為家 寧願自己辛苦 每次都想讓我們過好一點的生活 陳正有些深知的記者 他會想找我 你可否扮在地盤吃飯 很慘地讓我拍照 第一,我又不是那麼慘 我怎麼扮讓你拍攝的 是辛苦,但真的不是很慘 選擇用這麼大的體力和努力 和生命危險去換金錢 也不是打算過得慘 謝謝 好了,你把我拍照片就扣了 你呢?再見 再見 再見… 再見,知道嗎? 謝謝… 再見 再見 甚麼? 爸爸,走吧 媽媽,走吧 爸爸,走吧… 不要忘了…走吧… 媽媽,三、四… 認識他之前 我會覺得這個人挺兇的 或者很難溝通 但原來上樂堂又不是這樣一回事 他人沒有什麼價值 很友善 為了大家放學一起吃東西 一開始都很害怕他很嚴 後來都很嚴 但都發覺老師很認真教我 其實我很簡單 我只是看明星 想著看明星的心態 他是一個很真人 很難想像一個歌手 可以將自己最值錢的東西教給人 他完全是100%教他 他知道的東西 這件事是我很驚訝的 這幾個是兩次新秀的獎 即是歌唱比賽的獎 這些比較對個人有意義 其餘的獎 其實對我來說的意義是 就是一群人做出來的一個成績 但是現在我就會將他移動到其他位置 因為我主要拍攝的背景 是這裡 拍攝的背景也是這裡 所以我會想… 我的音樂和獎項不再關連 只是做一些我覺得會有人聽的歌 希望有人聽 我要的成績就是希望多點擊 大家會接觸我的音樂 其餘的也不重要 所以你說我又不太懂評論 有些人說我有一些代表作 有一些經典作品 有一些很多人的回憶 有一些說他唱歌挺好聽 就是我四個人去唱歌 其中有兩個唱得好聽過他 有很艱難,但沒想過放棄 我喜歡唱歌 所以那些人其實想放棄 因為對他來說 他的價值不夠大 我還沒開到紅館走 我當歌手 其實最想有一群專程來看我的人 還有一個我可以多唱幾首歌 好聲一點、大型一點的唱歌 所以紅館是我從小到大的夢 做人不是… 你很快就能做到你的目標才好 比別人遲做到的目標就差 中間會辛苦 但是兩樣都可以成功 我的世界裡 我覺得人生不是只有一個舞台 不是這條路沒有路走 就等於死,不會死 我自己在地盤發現了 地盤裡有很多失敗過的人 但是地盤裡很少失敗者 失敗過的人是因為他有一個失敗的結局 所以他就叫做失敗者 但是一個只是經歷過失敗的人 他只是經歷過失敗 但是那個失敗不是他的結局 起碼他沒有容許過這件事是他的結局 到最後扭不扭得轉不知 但是努力扭轉 我也是,他們也是 一朵編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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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 從此糾給你 用你相依到死 或要分離 就可你下隻波忌 結果,明明能讓我勝利 謝謝你看米子 記得留言、分享和讚我們的影片 還要按鈴鐺